第十三讲 今天出场的事实是耶福他 之前以色列人经历了四十五年的祝福与岁月静好 不过那带来的不是敬虔与属灵的复兴 而是信仰上进一步的背叛与沉沦 以色列人同时敬拜七个假神 唯独离弃耶和华上帝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菲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 菲利士人和亚门人一东一西 分别欺压以色列人 因此主耶和华分别兴起两位士师 其中耶福他对付亚门人 三孙对付菲利士人 耶福他的个性正如他的名字那样 打开 他一方面喜爱开卷 因此熟读圣经 另一方面喜欢开口 不是口若悬河 就是信口开河 不过他在希伯来书中 仍然与信心的伟人们同列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多神与偶像崇拜盛行的时代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 是在吃了十八年的苦头之后 才去投靠耶和华 而耶福他 主耶和华 至始至终 是他唯一的依靠 那在世事时代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 多元化的时代 不仅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而且都被零零种种的信仰 或宗教所包围 当代基督徒的问题是 今天究竟什么是信心 到底怎么样的祷告 上帝乐意垂听呢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被误导 似乎像耶福他那样的许愿 才是信心 或者祷告加上许愿之后 上帝才乐意垂听 其实不然 耶福他带来的教训 恰恰就是 不可在祷告中加上许愿 或者以许愿来取代祷告 今天的讲题 就像耶和华许愿 那是依佛他在极大的压力之下 做出的一个错误的举动 正是这个错误 不幸带来的悲剧 他的独生女成了牺牲品 那么 为什么不可在祷告中加上许愿 或者以许愿来取代祷告呢 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今天的经文 如果删除三十三十一节 也就是耶佛他许愿的部分 不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不受影响 而且对战局也不会有丝毫的悬念 剩下的只要他的信靠与顺服 然而多出了耶佛他的许愿 结局就彻底改变 因为主耶和华果然将亚蛮人 交在他手中 也使他平安回到了家 现在他就得还自己所许的愿 将他的独生女献为番祭 有人可能不解 既然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为什么他还要许愿呢 因为那正是他的个性 先开口 再出手 也就是先谈好条件 才出手 例如 之前他两次与人打交道 都是如此 他先与激烈人的长老谈判 双方如愿以偿 皆大欢喜 后来他又与亚蛮人的王交涉 也是如此 因为洞口能解决的 就不必在战场上动手 洞口不能解决的 那只能在战场上动手解决 所以耶佛他不是一上来就动手 而是等到何谈破裂后才出手 现在他与主打交道的时候 也还是如此 出兵之前 他先以许愿的方式 单方面与主谈妥条件 其实真正的信靠不是许愿 而是祷告 交托与顺服主 可见耶佛他谈条件的习惯 就是因为对人的不信任 而他向主许愿 同样也是对主缺乏认识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 因为耶佛他在之前的言谈之中 他不仅思维能力极佳 而且对圣经非常熟悉 不过所有的这一切 都无法掩饰一个事实 他的知识都只不过在头脑里 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 亲身经历过上帝 其实信心的关键 在于信靠的对象 而不在于信心的程度 如果信心不足 正确的做法还是祷告 正如新约中 那位来到主耶稣面前的父亲 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信靠 祷告 经历主 如此反复 信心就坚固 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 与挑战时 你的信心如何呢 记住 许愿既非必要 也不能成为信心的补充 因为主是我们唯一信靠的 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主 因此我们只要单单的信靠主 就必经历到主 再看耶佛他之所以许愿 那不仅是他一贯的做法 而且也是以色列人的一种遗传 后来的扫罗也是那样 而这种遗传 可以追溯到雅各 与雅各相比 两者的许愿非常相似 雅各许愿说 上帝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耶佛他许愿说 我从雅各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 平安地回家 不同之处 雅各郑重地 承诺将十分之一献给主 而耶佛他则信口开河 还没有想好献上什么 那不是他的智商不够 而是他在信仰上不够认真 看到了雅各的许愿 也就理解了耶佛他许愿的原因 前者的许愿背景是在逃亡与投倾途中 因此作为一名游子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回家 而后者也曾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陀伯地 作为一名刚刚回家的游子 他渴望再一次回家 而此时正值大战前夕 他知道这一场仗能否打胜 不仅关系到日后是喝粥 还是吃饭的问题 更决定了他的生与死 可见耶佛他既然对得胜 没有十足的把握 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把握 因此他的许愿 与其说是他对主耶和华的贿赂 不如说他是在豪赌 就是随意拿生命做赌注 以博取自己的前途 如今我们在主里是新以色列人 但是正如主在登山宝训中 教导的那样 以色列人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 包括许愿 千万不要去传承 因为许愿既非必要 也不会成为得胜的宝藏 在基督耶稣里 只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他 就必与他一同得胜 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属神的游子 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前途茫茫 不知路在何方 甚至失去方向 怎么办呢 记住 不要怕 只要来到主耶稣面前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接着 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之前 亚门人不愿意和谈 那完全是因为 以色列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过 如此的反转 那完全是因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 和许愿完全没有关系 等耶佛他凯旋 回到自己的家中 他一下子懵了 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 第一个从他家门出来迎接他的 正是他的独生女 他立刻意识到 自己随意许愿 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但其实 即使到这一步 悲剧还是可以避免的 律法明确规定 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 要按你所估的价值 归给耶和华 具体而言 他的女儿 估定 十社克勒 因为主耶和华 看每个人的生命为宝贵 甚至不惜牺牲 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以无罪地代替我们有罪的事 这就是福音 既然如此 为什么他坚持说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 开口许愿 不能挽回呢 难道他不了解律法吗 从他先前的长篇 阔论来看 他必定首读律法 难道他付不起那笔钱吗 那更是不可能 因为他得到许多的战利品 那么他究竟有何难言之隐 非要对他的独生女 狠下独守呢 难道他不知道 那是主耶和华 最忌认的罪恶吗 就其原因 很可能还得回顾 他许愿的背景 现在 虽然以色列人已大获全胜 但他可能以为 那就是因为 自己向主所许的愿 因此他生怕一旦食言 或临时挽回 那就可能得罪主耶和华 不仅既有的胜利果实 可能不保 而且他还会失去 所有的既得利益 包括他的地位 身份 权柄等等 可见耶佛他的问题 不是对上帝的话语的无知 而是无视 不是遵行 而是藐视 事实上 最后的三位大士师 基甸 耶佛他 以及三孙 全都栽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当代基督徒最大的警示 弟兄姐妹 耶佛他的悲剧 揭示 许愿既非必要 更不可成为犯罪的借口 对于上帝的话语 千万不要无视 藐视 或者有选择的遵行 而是要无条件的遵行 因为上帝的话语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最后 整本圣经 如何教导许愿呢 简而言之 主从来没有要求人 向他许愿 但许的愿 就必须还愿 因此 生命纪二十三章二十二节提醒我们 你若不许愿 倒无罪 所以 与其许愿之后 无法或不能还愿 不如单单凭信心 信靠与顺服主 一样可以讨主的喜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